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咯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哦 那其实我们讲到 其实很多人都会想说 他有一些缺血的症状 他可能会想说用红枣来做湿补 那其实红枣基本上 他在我们中医里面 他是算是改善血虚 其实血虚他不一定等于贫血 那我临床上其实有遇到一个35岁的女生 那他是这样子 他就是说最近他就是睡得不好 然后有点心慌的感觉 然后胃口也变差 看起来应该就是可能工作有点压力 但是不至于到失眠 然后呢他就说 他的月经量开始变少以外 他也会有些滴滴答答的状况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讲说 滴滴答答这些状况 他不是长了什么东西 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 他其实这就是这种 皮血虚的情形 所以其实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简单的食疗方式呢 又有点怕冷 你就平常每天用四颗红枣 放在保温瓶里面泡水 做一点简单的调理 因为他不是有些很重的症状 那就慢慢慢慢这样子 一个月后慢慢他的睡眠也改善 那这个月经滴滴答答的状况 他也比较好 那其实我们中医在看血虚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是有分不同的脏腹 他会导致不同的症状 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 这35岁的女性 他就是典型的皮血虚 皮血虚会怎么样呢 可能脸色会比较尾黄 那他可能胃口会比较不好 然后甚至呢 我们讲说他会有些崩漏 因为我们中医讲说皮疼血嘛 所以他就是会有这种崩漏的状况 所以他只要把他的气血稍微氧起来 这个月经状况就可以改善 那另外呢 像有一些是什么心血虚 心血虚呢 他就是会有一些什么 头晕 心悸 胸闷 还有一些健忘 多梦的状况 所以不同的血虚状况 其实有不同的调理方式 那还有一种比较常见 就是说肝血虚 女生的肝血虚 他可能就会伴随 月经量比较少 睡眠也会不好 那同时他可能会有些心慌 手麻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讲说 肝其实跟我们要肝肠血 所以很常见的血虚 比较常会跟肝有关 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红枣 它比较针对皮血虚 因为它是入皮胃经 所以我们不同的血虚状况 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调理 那小轩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传统的红枣在秋冬的季节 非常受欢迎 可是如果体质照热的人 你们也要提醒着量的摄取 因为其实你知道现在的环境 其实有些自体免疫的人变多 那自体免疫的人 其实他常常容易 有一些发炎上火的体质 那我之前有一个备孕妈妈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想说他要备孕了 他就想说那多吃一点补血的东西 结果他每天都是10颗红枣 这样子在喝 就喝到最后呢 他就是 后来他就是 因为他有自体免疫 你说他就很容易发炎 比如说口角 还有他眼睛也会容易发炎 就是会有节膜炎 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可能要先暂停 所以其实红枣 虽然他的性是温 他不是属于上火 但是如果你过量 或者是密度过高去使用 你可能也会容易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要看你的体质 那通常因为台湾人很多 因为饮食或习惯 假设他常熬夜 或是常一些 喜欢吃一些口渣 或是那种湿热体质的 你这种温性的东西 你就不能频率那么高 就很容易上火 那什么叫湿热体质 比如说你可能外食 你纤维又不够 水又喝不够 这就很容易造成湿热体质 或者喜欢吃一些高糖高油 或者是不对的油脂的食物 然后另外你排便也不顺 牙龈常常肿 或者是动不动就解膜炎 这种体质或皮肤过敏 这个就要小心 所以我们讲大早虽然是温性 你要用对的量 或者是对的时机 然后你要依你的体质去做调整 那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所谓的外感风热的时候 就是有些人他在感冒的时候 我们一直讲说 感冒有分风寒跟风热 如果是风热型 怎么看最简单 喉咙剧痛 如果你有黄鼻涕 是最好判断 这种情况 这种温性的东西 就可能要先暂时的避免 那我也请教一下 这个小萱医师 所以小萱医师要分享一个 这个红草枸鸡的养生茶 那确实没有肾脏起拼的人 就可以喝 对 没错 其实我们今天回应 就是大家就是担心说上火啦 或是什么 今天帮大家配的养生茶 是因应秋冬要来了 我们其实红草 就是有些女生怕冷 她想要喝一点 我们就放个两颗 然后跟枸杞就是一钱 这样子 然后我们里面有配单身两钱 那这样配的目的是 其实单身会养护心血管 因为在秋冬来 可能大家大鱼大肉开始 有可能会变多 然后心血管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搭配了单身 那其实我想要回应一下 刚刚医生讲的 其实像我自己在做食疗的时候 我们很重要的是 你食疗当然不要吃进去 对身体不好的东西 所以其实如果民众想要做食疗 你可以去找 其实有些合法药厂 有出一些安心中药 你可以去找安心中药 它的检验比较完整 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那这一个你怎么煮 这个煮呢 你就是很简单 我就是用1000cc的水 然后一样煮滚以后 转小火 炖40分钟 那它就可以放在保温品 慢慢饮用来 好 它事实上就喝天然食材的 这一个炖煮出来的养分 那果价事实上是很营养的 好食材 好食材